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姻缘小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是导盲犬协会的寄养家庭的辅导员 施梅芳以及我们寄养家庭的妈妈李芝兰 以及带着他们的小朋友 一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非常欢迎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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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姐姐 是 是 是 很不容易能够把三只这么漂亮的导盲犬 能够带到摄影棚来录影 他们在录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稳定的是不是 经过训练就可以成为这个样子 是 是 是 我们也请这个梅芳先跟我们来谈一谈 你原本是科技业 然后转换了行业 然后加入了这个导盲犬学会 是 为什么会喜欢这份工作 一方面是我本身就很喜欢拉巴拉多 对 在科技业待了一年半之后 发现其实自己好像整天关在建筑里面 对 然后开不完的会 做不完的报表 然后会觉得这是我的生活吗 这是我要的吗 然后来因缘机会认识了协会的秘书长 然后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职缺 然后也跟我解释了这个导盲犬的部分 然后寄养家庭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元的一个工作 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 我的工作其实最主要就是面对 不同的寄养家庭 对 然后重点 还有就是我的执掌就是培训我们的幼犬 然后指导寄养家庭 从Puppy两个月大 一直带到一岁半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那一方面又可以接触拉拉 一方面又可以 其实对于导盲犬越来越认识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工作 对 所以就投身了 是 你看他们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没有一种动物可以像这样陪伴我们 甚至帮助人类 是 你可以谈论就是说 目前在台湾的状况 就是说需要导盲犬的人有多少 那我们可以实际上 给予他们协助的机会是怎么样 目前台湾的世上的朋友 大概约算的话是六万多人 是 对 那但是我们台湾 整个台湾来找目前工作中的导盲犬 不到五十只 工作中的不到五十只 工作中的不到五十只 导盲犬是经过全世界的统计 就是统计过是最难培训的工作犬 我们工作犬有很多种 但是导盲犬因为毕竟是人类的眼睛 对 所以其实这个培训的稳定度要非常高 还有它必须要有这样的工作意愿 所以这是最难培训的工作犬 那当然协会的宗旨最主要是 培训专业导盲犬之外 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民众一个正确的导盲犬观念 导盲犬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它是导盲犬 可是大家不知道 其实它正在训练中 它正在工作中的时候是不能干扰它的 如果它在看到它披了这个红色的张的时候 对 就不要去动它 所以我们会有个叫三不一问的一个口诀 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在小学、中学、大学 我们也都在做这个宣导 让小朋友知道三不一问 遇到导盲犬的时候不拒绝 我们家长常常会带他们去社会化 去所谓的公共场域 那这个公共场域其实这是有法令规定的 那这个法令其实身心障碍保护法 第60条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导盲犬、幼犬 工作中的导盲犬 都是可以进入这些公共场所 但是很多民众并不了解这个法条 很多民众觉得狗就是狗 它是宠物犬 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并不了解导盲犬跟宠物犬哪里不同 那基本上导盲犬是经过训练的 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的稳定 那他们的干净度也是很OK的 不会掉毛得很夸张 不会有味道这些 因为我们都会要求我们的使用者 我们的寄养家庭 甚至工作人员 我们都要把狗狗照顾得很干净 把狗狗照顾得很健康 那这是一个不拒绝 所以很多民众 比如说我们带去餐厅用餐 就会被拒绝 是 然后比如说我们家长 他们可能要去度个假 去住饭店 就会被拒绝 所以其实这是生活中 很多常常会遇到的 那我们希望带给民众 更多这样子的概念是 其实他们是导盲犬 不一样 那请大家能够接受他们 不拒绝 不拒绝 好 再来就是不喂食 因为他们认识的味道越少越好 对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给他吃人类的东西 一部分是他的健康会有疑虑 对 另外一部分是 他可能会为了减食 因为他认识了这个食物的味道 狗狗可能会为了减食地上的东西 而把盲犬给拉倒 那这会造成危险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让狗狗 认识的味道越少越好 是 再来就是不干扰 那不干扰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看到他们穿红背心 导盲犬训练中的字样 甚至是上了导盲犬 他也可能在上班了 请不要去干扰他 不要去逗弄他 因为我们大概一个月前 还是两个月前 有发生一个意外 就是我们有个使用者 他住在淡水那一带 他在淡水捷运站 那本来是带着狗狗要去上捷运 可是有民众来逗他的狗 造成他的方向感迷失了 他的方向感错误了 他掉到月台下面 狗狗在上面 人掉下去 那还好那个时候车子没有来 赶快把它拉上来 那这个其实让我们 其实还蛮痛心的 就是希望我们民众 真的大家有这个概念 三不一问 不喂食 不拒绝 不干扰 然后第四个问 问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在 就是日行一下 当你遇到事上的朋友的时候 能够给事上的朋友一个关心 你需要帮忙什么吗 你需要搭公车 我可以帮你看几号公车 你需要过马路 我可以带你过去 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日行一扇 是 好清楚 自然你是好有爱心 哪里 谢谢 让这些狗狗成为你的寄养家庭 也成为你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会发心想要成为一个 导盲犬的寄养家庭 因为我家人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狗 那家人 尤其我先生跟我的小孩 一直都很想养一只狗 那我一直不愿意的原因呢 主要是一个考量就是 当你养了一只狗以后 那代表你可能接下来的十几年 你的行动 你的生活都会受限于那只狗 是 那像我自己的父亲也是养了一只狗以后 十多年来 他从来不敢出院门 那这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考量 我一直都不愿意答应 那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参加一个就是登山的活动 遇到了一只训练中的导盲犬 那一只 那时候它差不多四个月大 那我就很惊讶说 这狗狗怎么这么地稳定 这么地乖 那在那天的一个践行的过程中 我就跟寄养家庭聊了很多以后 再发现 大寄养家庭很棒 对 因为狗狗在培训的过程中 所有的花费 其实都是协会支出的 包含它的狗食 它的医疗 照护 它的用品 全部都是协会支出的 你不用出任何一毛钱 然后最好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请假 今天我想出国度假了 那我请协会来帮我 照顾它的五天六天的 你都不用担心说 在你出国期间的时候 狗狗是要放到哪里去 那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它训练中的狗 在寄养家庭大 时间大概是到一岁半 一岁半之前 那等于就是说 只要每隔一两年 你就有机会重新检视一下 你的生活步调 还能不能再见一只狗 所以你就不会因为一只狗 而被绑了十多年的生活 而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调动 是 我觉得这真是一举多得的 一个好事 所以就在那一次回家 回家以后马上就跟家人商量 然后我们就一只赞同 就赶快去申请当寄养家庭 太好 这大家都好开心 终于妈妈决定可以养狗 对 是 梅芳你是不是也可不可以 跟我们谈谈 一只导王犬 它确实是要经过很长 而且专业的训练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一只导王犬 它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好吗 它们基本上 零岁到两个月 会在狗妈妈身边 它们要经过一段时间 慢慢开眼 认识这个世界 一直到大概七周大 或八周大 我们就会安置到 新的寄养家庭 那因为导盲犬 它必须要亲近人类 毕竟它将来是跟人在一起的 跟它的世上的朋友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们的 有个寄养家庭的制度 就是说 让它能够第一个 亲近这个家庭的 那种爱的感觉 那我们其实来申请的家长 都是爱狗人士 是 对 那爱狗人士 然后其他的条件 在我们的评估之下 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会培训它们成为 我们真正的寄养家庭 把两个月大的幼犬 送到寄养家庭后 开始了一连串的一些 生活规矩的训练 因为小狗绝对会乱咬 乱叫 爱扑人 或者是就是调皮捣蛋 那些行为 那这些行为 就是从寄养家庭 慢慢去修 慢慢去修 修到它懂为止 修到像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第一个 就是家里生活的规矩 在家里有规矩 你出门才有规矩 再来就是充足的社会化 导盲犬会跟着 世上的朋友 主人到处去 他们只是眼睛看不到 可是他们 我们能够去的地方 世上的朋友也可以去 这是一样的权利的 所以导盲犬 多给世上的朋友 一个选项 行的权利的选项 那基本上 将来他们能够去 不同的地方 在幼犬时期 我们希望家长 爱去哪里 带他去哪里 这也是我们的 这个法令的 这个法条 生性章益保护法条的 一个用意 能够充足的社会化 所以不要拒绝他 那基本上 这样子的训练 一直到一岁半左右 那我们就会 回到协会来上课 上什么课 这时候训练师接手了 那训练师是 培训他们一些 专业的能力 比如说 那个挡掉障碍物 避开障碍物 对 因为台湾 其实真的很多地方 套太多障碍物了 对 所以基本上 这个训练 就是在训练室这个阶段 然后找椅子 找门 这些都会有一些 专业的指令 然后训练这只狗狗 来有这些 让事上的朋友 走得更方便 所以这个专业的 引导训练会在 一岁半 大概到两岁多的时候 那两岁多 假设这个过程很顺利 它能够成为 真正的导盲犬了 不是 假设我是事上的朋友 我来申请导盲犬 不是我要申请 就能有一只 我必须也要经过 我们的指导员 来做一个评估 我有方向感 我可以照顾一只狗狗 我有这样的能力 等等之类的 我们来做配对 这时候叫做共同训练 就要来做这个 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 不等的时间 做共同训练 配对什么 配对我跟它的默契 培养我跟它的默契 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壮壮的 那配到一只 好小的狗狗 它怎么拉得动我 可能我在带它吧 对 比如说我个性很急 我配到一只 走路比较慢的孩子 那到底是谁带谁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都要经过配对 然后一个默契的培养 三个月到六个月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那个平常的帮它刷毛 做清洁这些 家长他们 我们是名眼人 看得到嘛 身上的朋友 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帮他做这些动作 所以都会在这个过程 叫做共同训练的过程 来培养 那培养了之后 真正能够上路了 才能够真正去工作 是 很辛苦 这个过程大概两年多了 要两年多 对 要两年多 是 可是经过两年多也不见得 就是说一定可以培养成一只工作犬 对 对 那它的这个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成功率大概是 现在目前十只来讲 大概四只到六只会成功 那很高了 那也很高 所以 这样算很高 对 所以它们算是很稳定的 很不容易 稳定 但是如果他没有工作医院 那我们就不会勉强他 比如说像我们训练 训练师训练的时候 要上导盲安的 有些孩子上了导盲安 他就不想走路了 他就定在那儿 不想走路了 对 那像这样子 经过训练师一直培训他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要不要就是训练他 快乐走路的感觉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孩子 他的工作医院 真的不是这么的高 我们其实就不会勉强他 一定要他成为导盲犬 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长 其实大家都误会了 以为他工作时间好长 对 我就想说 其实盲人他应该是 到处都是需要导盲的 其实师长的朋友跟我们一样 导盲犬其实很多人都误会说 好可怜 好辛苦 那其实他经过训练之后 师长的朋友带着他到公司上班 卸下了导盲安 他就是像这样睡觉 然后师长的朋友 下班时间到了 再带着他就让他带着回家 那最多可能就是周末的时候 带着师长的朋友 他去妈妈家吃饭 他去跟朋友聚个会 他去他熟悉的一些地方 走一走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其实他们工作时间 走路的时间真的没有八小时 不会到这么大路 是不会到这么久的 大家都会误会说 好可怜 好辛苦 其实不然 我们也请自然来谈一下 就是说当你们家成为一个戒仰家庭以后 对你们家里的大大小小的成员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影响 影响很大 现在我们全家就是绕着他转 因为我的小孩已经蛮大的国三 所以他其实他的生活重心就是学校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就是 家族的成员的凝聚力已经越来越淡 可是自从FORCE来了以后 家里重新有一个焦点 每天大家就绕着他转 像女儿一下课回来就是问说 妈 今天弟弟表现得好不好 那先生一回来也是问说 儿子今天棒不棒啊 每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那到了假日的话 我们所有的活动 基本上也是以它为主 比如说如果配合协会的宣导活动 或者是寄养家庭之间的 联谊的活动 甚至连外出的话 我们今天去用餐的餐厅 今天要去公园跑跑 我们都会以它为主 是 对 那整天真是欢笑不断 因为狗狗很可爱 它一平一笑都这么的 牵动人心 对 对 很疗愈 我觉得很棒 很疗愈 真的是一个疗愈性的 惹人疼喜 能够唤起你的爱心跟慈悲心 对啊 是 是 是 这个导盲选它一生要工作 多少时间才算退休 基本上协会这边的 目前的政策是 十岁之前会让他们退休 十岁之前 他们的十岁之前 对 因为换算他们的十岁 大概是我们人的 六十几岁到七十岁了 对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 该退休了 是 是 是 那我们会在这个之前 比如说我们会看一下 协会的使用者的清单 今年该退休的孩子是哪几只 那因为就算他还很健康 他就算还走得动 但是其实我们会希望 让他有几年的 好好过宠物犬的 那个休息的时间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会跟使用者 这边来做个沟通 是不是应该让他退休了 是 那他们如果退休的话 会怎么样呢 要去哪里退休啊 是的 基本上他们 如果是老犬的退役的话 那因为很多使用者 是舍不得的 舍不得 对啊 因为已经 但他已经走了 就是陪伴了 都是很有感情了 但是陪伴的意义已经大于 带他走路的意义 是 是 对 就像家人一样 所以其实这时候要退休 他们真的很舍不得 那我们会安排收养家庭 那收养的宣威 第一个就会是 使用者自己的家人朋友 因为他会觉得 那不然我叫我妈妈收养 我叫我阿姨收养 我还是可以看得 就是照 可以看得到他 知道他好不好 对 那我们就会 以他们的作为一个 就是他们 使用者的家人 做一个第一宣威 可是不见得每个家庭 有这样的时间空间 因为毕竟一个老犬的照顾 跟幼犬的照顾 是不一样的 对 也许他将来 要花费很多的医疗 也许他将来真的走不动 你必须要体力抱他 那这些等等的 我们都会做沟通 那第二个顺位 就会是回到 他的原生寄养家庭 比如说 回到原生寄养家庭 如果退休了 那我们就有可能 来问Force妈妈说 那个Force要退休了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时间空间 来照顾他的晚年 那基本上很多家长都会接受 都会接受 因为这是我带大的孩子 对不对 而且劳苦功高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第二个就会是 原生寄养家庭 那如果家长 没有这样的时间空间 我们才会开放给民众 做收养 是 那开放民众做收养这一块 我们也会经过审核的评估 严格的评估 因为我们不要再制造十二页了 这样子的议题 是 它这个一只导盲犬 它在整个的健康 还有营养的这些维护 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拉布拉拉多 作为这个品种 是不是因为它就是 它就是有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品质 所以你们选中了 这个拉布拉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种犬 其实全世界 做导盲犬的国家跟学校 80%的犬只都是拉布拉多犬 那因为拉拉在那个 有一种基因叫做 就是稳定 稳定的这个基因 拉拉比较多 拉拉其实是比较 算是很稳定的犬种 再来第二个就是 它们其实很忠实 你教给它什么 它学什么 而且它们很聪明 我们大家也会讲 狗狗好单纯 其实它们也很聪明 学习能力很强的 所以其实因为稳定 因为这样子的 那个憨后的这样子的特质 那再来就是 协会的每一只犬只 都是祖宗八代 都是导盲犬 它们的祖宗八代 都是导盲犬 所以它们其实 这样优良的血统 会一直传下来 传下来 所以你们就是会 去做一些繁殖 对 协会自己有繁殖的能力 现在的导盲犬 有一百多只 就是包括了 种犬 包括了我们的幼犬 包括了我们的 训练中的导盲犬 有一百多只 是 那这个 它们都有一个地方 可以居住吗 就是通通都是 居住在寄养家庭里面 对 就是 比如说幼犬 就在寄养家庭 种犬也在寄养家庭 然后训练犬 可能就在训练师身边 训练师自己带回家 对 那比如说 使用者的狗狗 就是当然跟着使用者主人 所以它这个 其实是一个辐射的 一个现象 就是每一次咬狗 它就跟着一个家庭 对 这样子 你们真的是功德无量 不怕 我们很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是不是 对 养宠物又可以做公益 真好 是 你们觉得跟动物在一起 自己个人的一些 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你发现你的贡献 你的奉献 最大的获得就是 我以前在 因为都是业务体系 其实就是快很准 快很准 那来到这边之后 我发现 真的是要培养耐心 所以其实最大的收获 当然就是他们真的是 无声的支持 无声的陪伴 比如说像我自己 因为我是工作人员 我自己身边 其实有时候 五六只都有可能 就是在我家 对 我必须 比如说家长临时寄宿 我就是先接回来 自己照顾着 辛苦工作回家 看到五六只 这样好开心地迎接我 然后指令 讲了指令之后 大家都好乖 我也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们是我 培养出来的孩子 是 然后一个部分就是 默默他们 有时候心情不好 默默他们跟他们讲讲话 他们就好像会懂你的声音的感觉 是 知道我不开心 就会过来跟你撒个娇 好开心 所以就是疗愈系的 疗愈系 是 自然有没有什么收获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 收获很多 就觉得就是说 除了心灵上 你就觉得心境特别的平稳 对 很平稳 跟了一个就是 不会跟你勾心斗角的孩子 你就算对他胸 他一样是笑脸引你 对 他一样是舔着你 爱着你 我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喜乐 是 那出门的话 你会觉得就是 因为他们这种导盲 训练中的导盲犬 很容易赢得目光 大家就称赞说 表现得好棒 好乖 我们做妈妈们的 无形的尾巴都翘起来了 很有趣 每一天我们都会有 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是 也请美方跟我们谈谈 目前协会需要一些 什么样的资源和协助 可以让全球的观众朋友了解的 其实当然最不外乎就是 导盲犬的一个认识 让大家更了解导盲犬 其实经过训练他们可以很棒 然后我们其实培训他们 主要是将来是让的朋友 使用型的权利更多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三不一问 不要去逗弄他 不要喂食他 不要拒绝他 然后再来的另外就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尊重 不管是不是导盲犬 其实就是尊重生命 我们要非常谢谢 谢谢美方 还有自然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 其实很辛苦 带着这个孩子来到 这个节目当中来录影 他们真的很乖 好乖 好稳定 表示你们真的是很爱他们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你们 也希望你们需要 有任何的一些支援的时候 能够到大地下来告诉我们 谢谢 感恩你们 谢谢 可以 因为我们目前 就是有幼犬的出身 所以我们其实在 招募几养家庭 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这样子的想要养狗狗 然后又像Polce妈妈觉得 我不要有十几年的牵绊 然后家里有一个主要照顾者 可以陪伴幼犬长大 因为我们要花时间训练他们的 然后能够配合协会的一些方式 来教育导盲犬的话 那其实欢迎大家来报名 好 谢谢 谢谢 这像是各位好可爱 好乖 好乖 非常感谢你们 也谢谢 谢谢 感恩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播 也一定在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一云小剧 我们下次再见 感恩 谢谢 谢谢 好可爱 我们可以跟你们拍一张照吗 可以 有没有问题 我以为会当一辈子的宅男 直到遇见了Dano 有了它 我就有抵达的勇气 没想到 我还能回到这个地方 我常觉得 有它 自己其实什么都看得见 爱与信任